交通部在司马库斯大车祸之后 要求召回全台湾193部同行的50林中型巴士进行检验 而这两天出现了许多游览车业者不等通知 自己就开车到各地的监理所要求验车 甚至有人说这一款车开在马路上突然电线起火 把整台车都烧掉了 希望政府赶快把问题查清楚 先看看车灯能不能作用 然后核对引擎号码量测胎纹深度 监理人员在上车一一检查灭火器及安全门 50林中型游览车全面召回 临时检查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要进监理所 详细检查熄火后到底能不能刹车 我们说20%要进原厂去做检测 然后剩下车子我们监理所总共100多台 通通要回监理所再做临时检验 才宣布召回第三天 光是台北区监理所 车子就是一台接一台 还有业者拿着前两天的照片 说同款车会无故起火 自己买了四部就有一部烧成这样 经常检查发现其他三部的电路都有问题 业者表示这部车是底盘从日本进口车体载台组装 他怀疑是组装厂擅自更动电路 现在旅客一听到是50林中八都没人肯坐 只希望政府能够赶紧查出真相 业者才敢开上路 记者林中午郭峻林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